我们现在在台北的麦拉伦 等了两年又八个月之后 我们终于要来交车了 我已经忘记他长什么样子了 这也是一种仪式 为了这样子我跑得好多加硬 超哥等了两年的邮电超跑终于来了 他带着千万现金去麦拉伦交车 没想到超哥交车后 竟立即又把车卖掉超派 我们现在在台北的麦拉伦 我是2021年的3月10号订车的 今天是2023年的11月20几号 等了两年又八个月之后 我们终于要来交车了 很多朋友都在问 超哥 你的阿兔拉勒 你们说遥遥无起 但是这两年之间又买了大牛 应该是说阿兔拉之外呢 我这两年里面又买了许多的车子 那我们今天就是来麦拉伦 把这台阿兔拉的尾款付清 然后现金交车 看到凯哥就知道你要花钱了 你看我们用台湾的LV装着这一袋子的钱 这手很吃力啊 一只手拿不太钱 大家如果想练练自己手臂的力量的话 其实也不用去健身房 凯哥就拿这一包就好了 在家里用这个练就可以了 右手是很勉强的 左手的话是真的没有办法 有啦 差不多借我带回去练一下 怎么样你都可以拿走 真的拿不起来喔 至于为什么现金交车 就是因为每个人可能小时候都会有幻想过 幻想什么 幻想说你有一天走进一个超跑专卖店 然后你就把现金放在桌上说 今天我就要把这台车带走 我想这是每个人在脑海里面 都曾经有过的幻想 那我们今天也算是完成 我们一个人生里程碑啦 我们为了省那30块的汇款费 你还记得你选了哪些东西吗 你说我选 对啊 你这台车当初也是你自己打造的嘛 就是包含颜色 轮框什么的 对啊 我已经忘记它长什么样子了 订车订了两年八个月 才要交车 而且他们说 我们还算是很快的 那我们今天就带着千万现金 跟着凯哥一起去 把麦拉伦 阿兔拉的尾款付清 现金交车 超白 我本来想说看到以后会没什么冲动的感觉是不是 结果现在还是 还是有一点冲动 这个就是有一点赛车的气息 可是又不会跟生活好像背道而驰就是 太浮夸 太浮夸 你闭嘴 你别讲话 你不要再说下去了 你再说下去了 就等一下就 苏非就开走了 这个引擎的部分 我们现在都会做的重心比较低 那我们其实并不会特别去做一个引擎带的开启 我们会做镂空的设计 在行进的时候 它其实是可以到达一个就是散热的最佳状态 所以简单讲 它的引擎是不能开的 对 它引擎是不能开的 它也不希望打开就是只有维修的 其实我们要把它打开的话 你还要再装个油压杆或什么 去增加它的重量 那我们当时来讲就是说 选了这个颜色 我们那时候在选的时候 这个红色是standard 不用加option 可是现在这个红色已经不是标准了 如果要让它再次出现 要选它的话 要大概做个八十几万 我们当时还有选了这个铝圈的部分 它就是这种diamond cup 双色的 钻石切割 对 钻石切割 侧边来讲它就是说抛光 当时我记得选这个铝圈好像就 那时候四五十万 那时候我想了一下 但是因为原厂标配的那一颗实在是太长了 对 那有待加强 有待加强 还有另外一个排气管的升级 那只是说因为排气管的升级来讲 就是我们比较看不到 我们就是引擎发动的时候 我们坐在车子里面会更明显 应该说当时有选了一个 运动化排气管 现在来讲定要三十几万 现在要在订阅海湖 如果说以标准的起价好了 就是说不包含任何的选配 之前的话是一千两百八十万 那现在的话是一千三百五十八万起 光空车价就差七十八万 对 单空车价的部分 然后运动化排气管就差了三十几万 然后这个车色又差了八十万 如果在今时今日选的话 大概要多两百万 对 两百多 两百多 会超过一千五百万 对 其实在讲是超过一千五百万 原厂这样是安慰我说 我两年多 有三四百万放在这里 还算是有一点回馈 有利息 有赚到的感觉 对 有赚到的感觉 这样子就 然后现在的部分 就是Sport 那我们等一下可以调到就是 赛道模式 去听看看这个 稍微油门的声音这样 来开气管的声音 这边 这个地方 它就是这样子 Tour 然后赛道模式 那当然它也可以就是 最安静的存电模式 那因为它来讲就是有线转 那其实在开的时候会更明显 有两个自飞驾 对 有两个自飞驾 所以超跑来讲不得了 对 超跑通常这个自飞驾来讲 都不是学校 然后当然我是没有自飞驾的 就只有自己全部这样子 有准备帽子 然后就是告诉了球区雨伞 然后还有这个每个人的悠悠卡 然后 诶 轻车用 大家的悠悠卡都可能很稀松平常 可是我们的是麦拉伦的悠悠卡 千多万的 对 就是 那是黑卡的概念 让人家知道说 我们是开麦拉伦 然后今天只是来拉情绪 麦拉伦 今天不想开麦拉伦 这样子 这感觉出来 刷卡的速度感应 可能会比一般的悠悠卡 可能会比较快一点 不少就看起来不像悠悠卡 对 其实看起来真的不像悠悠卡 看起来像黑卡 可是还是要先储值 不然刷100万也刷不过 这个是高 这个是高腹球的球套 以前来讲就是没有这种交车离 以前的话可能就更单薄这样子 现在会画样再多一点点 就是还有F1的这个雨伞 以及就是说F1 Team的一个小熊 然后我们常常在开玩笑就是说 买一台车就送一只熊 看能够把它补成一个篮球队 或者未来棒球队足球队也可以这样 棒球队要25坛 没有问题 超过你可以的 你要确定的 没有问题 我相信你 这个的话就是我们车用的那个充电 回到家里的话 我们就是估计就把它插着就可以了 好 结束 那就 好 先去报告介绍 这是我们小时候 每一个男人的梦想 这也是一种仪式感 为了这样子 我跑了好多加英辣 花了很多时间 你今天应该穿完百度 对对对 再搭配这个 我用台湾 台湾LV 这个袋子你看 兼顾耐用 而且还用草双 象征 征寻福利的草双 那可能是 今天一天拿来挣螃蟹 挣完螃蟹 挣完螃蟹 再绑一下 对 现在是秋天嘛 大甲蟹的季节 你怎么跟我讲一模一样的话 跟我的一千万拍照留念完 再跟他说拜拜 没问题 坏朋友 可是花钱都有他 嘿嘿 上次叫我买600万的人 你的电话 我老婆要把你奔学一下 钱钱拜拜 钱钱拜拜 带努力去赚 带努力去赚 我们把Artura送上拖车 因为这台车我等了两年八个月 那从一开始很期待 到后来慢慢的 已经忘记我订了什么车了 说真的我刚刚在看到他的时候 我才发现原来他还是蛮美丽的 那我人生的这个阶段呢 其实我很少用到车 我大部分都是给司机载 我的大牛也好 我的露营车也好 还有我其他车辆的使用状况 现在基本上都是没有在使用的 我大牛买了两年多 我只开了1600公里 基本上不是在加油 就是在加油的路上 我已经不用这个车来证明我自己 所以我就决定交车以后 就把他送到我好朋友 遇见好车那个地方 委托他代为处理 那我相信会有现阶段想要拥有Artura 而且可以马上的 这个机会也不多啦 那我自己既然没有需要了 我就把这个机会释放出来 给真正喜欢Artura的朋友 那我们现在就去遇见好车 把我的Artura交给我的好朋友 James吧 操拜 Ri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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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刚是那个麦拉兰的业务 帮我开上拖车的 然後下拖车是你开的 我這台車 我還沒開過 你還沒開過 我還沒開過 一次都還沒開過 不過因為現階段我真的已經 幾乎沒在用車了 還是委託你幫我找有緣人 沒有問題 賣過兩台洗拿 現在有客人再委託一台 所以第三台 一樣是麥拿倫 洗拿都賣得掉 這個是小車而已 這個車才一千多萬而已 洗拿那個車都八千以上 六七千八千都有 還有賣到九千多的 賣到九千多的 我也是剛剛還第一次開 真的很好開 他在城市裡面行走的時候 低速的時候 其實他完全沒有用的聲音 而且我覺得這個車是可以 平常當代歧車在開的 雖然他有超排的外型 但是他平常開起來的時候 他其實就是變車這樣 而且我剛在開的時候我發現 其實他停舉起來的時候 算蠻高的 不會像一般的跑車 比他很低上不來高 比一般的超跑 他的停舉的高度高蠻多的 所以你在外面開的時候 我覺得就可以很放心 不管要下地下室 要停車都蠻方便 好 那我們就委託最專業的預限跑車 幫阿圖拉找一個 心儀的男人來駕運他 非常好 為沒有 穿著冷靜的 開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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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門